观众朋友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4日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希望之声TV新闻速递 我是亭芳 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22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 中国经济击重难返 中共财政和银行以无能为力 中共金融体系的大限将至 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强劲的5.5%增长 然而从非官方角度来看 形势要严峻得多 简单的经济放缓对中共来说是可以控制的 但担心的是金融风险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共通过债务注入资本 推动经济增长 省级领导人借债来资助基础设施支出 家庭借更多的债务 购买更多的房屋 企业领导人向银行贷款来资助不断膨胀的增长计划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08年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仅为27% 然而到了2022年 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72% 而且不包括与地方政府融资相关的大量非官方政府债务 根据多个报告 中共的债务占GDP的比例 现在超过了300% 与收入相比 中国家庭的债务水平是世界上最高之一 随着房地产城市化 热潮迅速减缓 这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有超过50%的收入 来自向开发商出售土地 他们面临收入崩溃的局面 开发商有大量未售出的住房而面临破产的边缘 负债累累的消费者对购买更多房屋没有兴趣 因为他们不看好价格会上涨 根本问题在于与过度消费有关的债务 官方数据显示 中共的不良贷款只有1.6% 不到3万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引人质疑 仅恒大和碧桂园的债务金额 就差不多等于中共官方的不良贷款价值 尽管这两家开发商都有债权人 包括债券持有人 预售房屋的购买者和供应商 这揭示了问题的规模之大 以及数据无法反映的金融风险 中国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官方数据显示的小型和中型银行的资本水平非常低 甚至大型银行也限制取现金 非银行金融机构及财富管理公司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一些公司已停止向客户返还资金 过去10到15年债务的迅速增长 受到了北京政策制定者的鼓励 但选项有限 面对经济放缓 北京已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 和固定资产贷款来应对 即使在现在 总的贷款增速也是名义GDP增速的两倍 要求进一步增加支出的呼声在现实中受阻 因为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大幅增加贷款 标准普尔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即使使用官方数据 中国的银行在2025年之前 需要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本 才能满足银行监管要求 即使是中共 最终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就是银行需要收回贷款 才能发放更多贷款 残酷的现实是 额外的贷款不仅不会对刺激增长 产生太大影响 而且中共也缺乏足够的财力 来进行任何重大的刺激 住房市场存在供应过剩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 都存在着过剩问题 在非常严格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情况下 没有硬通货币的输入 中共无法指望大量的资金流入 来稳定国内财务状况 外国投资不仅下降 而且中共所需的规模远超资金流入 中共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在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如果北京减少向破产产业的贷款 将会导致支撑公众信心的关键部门崩溃 如房地产和国有企业 要解决大量不良贷款的问题 需要一个复杂的计划来重组银行业 并剪记他们贷款的价值 迄今为止 中共似乎没有政治意愿来解决银行业中 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这使问题变得更糟 中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才能防止问题恶化 这将需要大笔资金来重组银行业 并减记大量的贷款 这将需要重新估值大量资产 如房地产 但是目前 北京似乎更倾向于拖延不可避免的选择 期望以等待争取时间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大县是否将至的问题 而是调整的幅度有多大的问题 继恒大 碧桂园等地产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后 中国宝能集团旗下宝能地产的100亿元股权 日前遭到法院冻结三年 据工商资讯显示 宝能地产7号公告 其100亿元股权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冻结到2026年8月6日 实际上 法院执行的对象是宝能地产旗下的 宝能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而宝能地产是其唯一股东 此外 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 个人所持有的3亿元集团股权 也在15号被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冻结三年 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嘉龙对本台表示 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就是泡沫破掉 就是资金被抽银根的 资金不再远远不绝地进来 大环境来讲 当初美国量化宽松的时候 中国企业到国际上去借美元资金 所以很多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资金 其实是到中国来的 被借到中国来用 然后中国企业把美元资金搬回国内换成人民币使用 那么时间一到这些美元的债务要还掉 他就要拿人民币回去买美元 来支付他的美元债务 现在中央银行显然很吃紧 外费储备不够用 因为有太多的外费被用在外交上的大撒币 还是海军盖军舰的大撒币 还有官员的贪污 所以现在资金的干掉才是问题 所以整个问题就出来这里 同观层面 因为资金的患烂 导致于房地产 产能过剩 有很多的库存 消化不了 最后很多新建的项目就烂尾掉了 那么习近平是否会出手就防市呢 吴家龙认为不会 因为有两个更大的债务危机等着他 吴家龙还指出 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 包括十大民营房企 全部都有债务危机 包括万达 花样年华等等 迟早都会爆发 中国地方更是债态高筑 因为这些省委书记要拼政治前途 所以就拼命地搞建设 搞项目 要拼GDP的成长率 就叫银行贷款给开发商 贷款给买房子的人 然后他们就可以宣称他完成了多少建设 因为是地区跟地区之间在做这样的竞争 你那边搞多少 我这边要搞更多 所以到处都在盖房子 然后盖的房子都没有人住 然后让尾空屋 鬼城 就是过度投资 就像贵州 工程上很漂亮 经济上很苍白 中共中央要拨出大约人民币1.5兆元 来解决地方债危机 但是吴嘉隆表示 根本起不了作用 未来地方债还不起会出现违约 中共政府的钱还要优先支付给军队 武警 公安等这些宝江山政权的维稳部队 所以中共当局应该不会救房市 也没有办法救了 23日 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死于坠机后 乌克兰阿佐夫消息人士证实 在过去的一小时内 乌克兰国防军团收到了瓦格纳部队 数百份加入乌克兰志愿军的新申请 消息在网上炸了锅 有人质疑去新公司 为旧老板复仇能信赖吗 但有人认为 未必是为旧老板复仇 也可能是瓦格纳士兵在为自己找活路 毕竟普里戈金和二把手被灭 那新一轮的清洗就会拉开 那些复合普里戈金军事政变的人都会被清算 而此时他们选择向敌对阵营投诚 也不失为一条保命的路子 还有网友指出 普里戈金集团的财富与掌握自然资源 没有受到西方严厉的制裁 积累下的财富将何去何从就不知道了 对于普里戈金之死 评论员邓宇文认为 这个结果在他发动病变半途而废后早就注定了 只是来得有点早 才刚过两月 不过对于习近平来说 可能是个好消息 他提醒军中的反贼 如果也想对习近平发动兵变 小心跟普里戈金的下场一样 所以在南非的习近平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今天应该能够睡个好觉了 关注俄乌战的民间军撰文认为 普里戈金之所以能够反叛 是因为他曾经忠诚 忠诚意味着未来有资格进行叛变 对于野蛮的文明而言 谁都得选边站位 加入一方进行战斗 没有中立空间存在 最初的选边站决定了一切 残酷、致命、彻底 不死不休早已注定 除非一方死亡 否则斗争不会结束 这件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 并非是坏事 下一个普里戈金一旦出现 就不再会是逼宫了 而是直接下死手 不死不休 中国因与美国贸易战及疫情爆发 对外关系及经济都受挫 加上强化反间谍法 让外国律师事务所萌生退役 近5年减少了39家 连知名大型律师事务所 也将关闭在上海经营了20年的办事处 美国之音24日报道 一些著名的外国律师事务所萌生退役 准备削减在中国的业务 甚至完全撤出中国 据中国司法部数据 从2017年起 在中国注册进行业务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办事处 连续5年减少 全球收入名列前茅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 将在今年关闭在上海开设了20年的办事处 把上海的业务和律师转移到北京办事处 而在全球收入第三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Dentons 在2015年开始跟中国大城律师事务所合并 但大城在今年8月起 已经不再是Dentons的集团成员 在四川英纪律师事务所职业的律师 冉童表示 从前这些外国律师事务所 不介意跟中国公司分享一些重要数据 不过现在 他们对监视着这些公司的中共政府有所怀疑 所以唯有终止合作 现在的骗子很厉害 受害人什么证件都没有丢 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 但身份却被盗用了 住在法拉盛的郑女士对大决表示 6月30日 他收到了一张由美国银行寄来的 6万7千元全额车贷和车保险账单 但他根本就没有买车 他吓了一跳 而且他每月要还贷1200元 接着从7月1日开始 他收到大量信件 表明他在多家银行开账户和开信用卡 但他并没有开户 7月3日 他在家中的信箱收到了以他的名字开立的 道明银行信用卡 这张道明银行信用卡是盗取他身份的人开的 郑女士到邮局查到 发现切贼用转信功能 对凡写着他名字的来信都转移到切贼指定的地点 但这张信用卡漏了网 还是寄到了他的家中 7月5日 郑女士联系了银行报告身份被盗 并联系了三家信用报告公司 设置了欺诈警报 他被告知 一定要每天检查银行账户的变化情况 发现异动要立即报告 盗用身份者的动作非常快 当受害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也没有来得及行动时 盗用身份者已经在分分秒秒地抢时间 能偷多少算多少 当郑女士正焦头烂额地处理 努力堵塞各种漏洞时 窃贼比她的动作还要快 7月17日 身份盗用者利用他的名字 从他的Chase账户提走了1500元 他还发现 盗用身份者将三张欺诈性的支票 存入他在盗明银行 Chase银行账户 分别是2000元 6500元 2800元 银行告诉郑女士 这些支票是偷来的或被图改过的 当骗子存入支票时 有时能蒙混过关 一旦成功存入 账户就会显示增加了这笔金额 窃贼对账户会密切关注 一发现成功存入后 就马上去提取现金 这时真正的户主 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账户的异动 郑女士说 她问银行 我的账户没有多少钱 为什么被盯上呢 银行回答她说 身份盗用者有时看重的 不是她账户上的钱 而是她的账户本身 可以被利用来倒腾钱 存入欺诈性支票 再提取现金 这样百事不爽 总有碰巧成功的时候 银行经查明后 对郑女士名下 每月1200元的还贷 给予豁免 以及她的账户被盗走的1500元 也给予补偿 但那67000元的买车贷款 现在还没有能销账 同时 郑女士的信用分跌到了零分 要进一步止损的话 还需要到警察局 申请警方的报告 由于盗用身份的欺诈太多 近日法拉盛的道明银行 提出告示 从今年9月份开始 任何人在该分行 进行现金交易 都需要提供证件 证件包括纽约证件 驾照 护照 A5卡 绿卡 纽约市民卡 还需要提供名字 地址 生日 涉案号和职业 今天的新闻苏地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是亭芳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体则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报到这里 已经箜开跟别人 remra閉